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余正自己也发微博自我调侃 希望把被子兽的气靠卫英落逃回来 真是气里气外都够热闹的 说起来在延企攻略热播之前 另一不讨人欢喜的往事 要属独孤先下了 安宜轩与徐正姬的半副CP也是引来连连打扣 尤其是插腰太师与文库被全民心疼 学正姬也凭借这一角色 成功摆脱了万年男儿的身份 收获一波少女粉 而独孤天下正在热播期时 就传出TVB护存告急 收购此片在黄金档播出的消息 并且计划将完整版米15集3到45集 播完进入台庆祭 当然TVB收购独孤天下仪式也很正常 毕竟受众一直是孔斗戏的热中者 此消息一出 引来网友的欢呼 都觉得独孤天下厉害了 同时香港的很多观众 也表示十分想看 后来《深宫记》在北翠台播出 也取得不错的成绩 但是《深宫记》剧情太过幼稚 口碑太差 未有大的突破 而最近延企攻略的热播 《快节奏》的剧情更是深得人心 相比于《宫斗情节》来说 如果《深宫记》是偶尔园水平的话 那《延企攻略》就是高中水平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延企攻略》 《宫斗》剧情爽烂 以及《下线一个的快节奏》 更符合TVB的口味 最近港媒又传出TVB打算用《延企攻略》 代替《独孤天下》在暑期档 《北斗台黄金时段》播出的消息 并认为《延企攻略》这类《宫斗剧》相比于《独孤天下》 更符合香港女性看剧的口味 在这剧中有《深室门》饰演的尖辑角色 更是备受观众期待 并直言该剧放在《黄金党》播出可能会成为年度收视冠军 听到这一消息 很多网友表示 于正是沾了《深室门》的光 能上TVB 也有网友担心该剧七世级 如果播出将会成为TVB最长的一部电视剧吧 两个月都播不完啊 毕竟之前要播《独孤天下》时 只要删剧集 当然《独孤天下》本身的剧情确实有些脱胎 删了就删了 但《延企攻略》一集死一个 每集都攻都的精彩剧情 如果删除了是不是有点可惜呢 但不管怎样 《延企攻略》能上TVB黄金档的话 也是对剧本身的一种认可 ZN的免责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